2023年游泳试锦赛即将在日本福岗举办,而中国跳水队也已经准备就绪,18人出征参加13个项目的比赛,目标就是包揽13枚金牌,悬念应该不是很大。 在出征之前,跳水队还拍摄了一组帅气的照片,而16岁的全红蝉太可爱。 在镜头前,全红蝉身穿红色国家队运动套装,握拳嘟嘴卖萌,表情太有趣了。 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,全红蝉当时只有14岁,还是小女孩,而整整两年之后,她已经是16岁的大姑娘了,虽然身高和体重都增加不少,但不变的是,全红蝉依旧保持童心,非常单纯的女孩子。 全红蝉还和主管教练陈洛琳,队友廉俊杰等人一起合影,大家纷纷竖起大拇指。 全红蝉和陈洛琳都是女子十米台奥运冠军,她们现在也是师徒关系,陈洛琳曾受到网友的质疑,认为她没有能力指导全红蝉。 不过,全红蝉在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战比赛里加冕双冠王,陈洛琳也算证明了自己,周济红也非常信任陈洛琳,后者是奥运五金王。 跳水队出征日本福岗,全红蝉也成为焦点,在检票的时候,全红蝉坐在行李箱上发呆,而且她还专门带了零食和香蕉。 运动员不管在训练还是比赛中,体能消耗非常大,而快速补充能量的食物就是香蕉。 其实,我们平时在乒乓球和网球比赛中,也经常看到运动员吃香蕉补充体力,国拼奥运冠军陈梦就经常在比赛期间吃香蕉, 这也已经成为她的习惯。 跳水队已经前往福岡,大概只有三天的休息时间,就要参加比赛了。 福岡市井赛是在7月14日开幕,而备受关注的全红蝉,关于她的赛程也出炉了。 全红蝉将参加女双十米台比赛,时间是在7月16日,金牌也会在当天诞生。 全红蝉和陈玉希夺冠冠应该不是问题,她们是独一档的运动员。 女子十米台单人项目比赛是在7月18日,决赛是在7月19日。 也就是说,全红蝉的比赛在7月19日就全部结束了,而跳水队会在7月22日结束2023年市井赛。 跳水比赛最大的看点就是全红蝉和陈玉希的焦点对决,而2023年的福岡市井赛。 甚至国际泳联都在关注全红蝉和陈玉希,希望她们能在比赛中表现出色。 在过去两年时间,全红蝉和陈玉希互有胜负。 曾经,全红蝉面对陈玉希一度遭遇六连败。 不过,在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战比赛里,全红蝉击败陈玉希。 而这次她们姐妹二人谁能获得女子十米台担任项目金牌,也是一大悬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